字幕《建民论》推墙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4月8號 是《建民論》推墙的1970期 那麼這兩天啊我們大家看到是船得沸沸揚揚的 一度在中國在全球都引起軒然大波的徐州鐵鏈女事件的主角呢 也就是这个主犯董志明被中国当地的法院判刑判了九年 而给他定罪的罪名分别是虐待罪、非法拘禁罪、拐卖妇女罪 就是没有判强奸罪 也就是这个人他只判了九年 大家都认为判得太轻 而且是坚决不判强奸罪 我不知道中国的法院为什么强奸罪不适用董志明 是不是中国现在广大农村地区 尤其是徐州地区为主的农村里面 大量的妇女都存在着被强奸的事实 也就是家家都有被拐卖被强奸的妇女 没办法判强奸罪 一判的话就整个村整个镇整个县城全部是强奸犯了 也就是共产党就要庇护这种拐卖妇女和强奸妇女的事情 所以说法院判这个董志明 判他九年根本不提强奸罪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荒唐的 这说明中国的司法是多么的腐败 多么的荒唐 也就是我们举一个同样的例子嘛 也就是中国经常发生某个人驾驶的汽车高速的冲架 人家正常过红玉灯搬马线的行人 一下子就撞死了很多个行人 那么这种情况法院究竟是判他危险驾驶罪呢 还是要判他谋杀罪呢 是不是他这个因为是驾车就可以算是危险驾驶罪 就不会判他这个故意谋杀罪 故意杀人罪了 能不能就这样放纵罪犯呢 还有的罪犯他们在零踩油门那一刻他喝下了大概半瓶白酒 那他是不是算酒后驾驶 他根本就不需要承担多大的责任啊 你觉得如果这样的判决你觉得是公平的吗 那么董志明现在他拐卖妇女强奸妇女几十年 先后生了八个娃对他这种公然强奸妇女的罪行法院不予追究 你觉得董志明的罪行和那个开车撞向斑马线的那个造势汽车的那个造势犯 这种故意杀人故意谋杀罪有什么区别吗 所以法院现在就判董志明九年徒刑 我相信所有持有正义感人都不能接受这个判决的 你让人家被害人和被害人的家属怎么接受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 如果这个法院院长如果是那些愿意判董志明只要九年的 或者是为董志明判九年还明年就要去的人 你想一想如果有一天你的女儿好好走在路上 被人犯子突然绑架了 然后无数次拐卖无数次强奸 反复倒卖以后最终隔了一段时间出现在千里之外了 而且已经被逼疯了 并且你家里面完全不清楚 在被逼疯之后还被人家年年生娃一共生了八个娃 生完了八个娃以后再弄铁链的锁上 没有一个娃是认这个母亲的 可以讲这几个娃在家里面养一条土狗 他们宁愿给那个狗吃点东西 都不会给这个可怜的女人吃一口 而这个女人到了国安府那边 就成了这一个家庭里面的合法的家庭成员了 也就是共产党在处理这样的案的时候 把所有的强奸了拐卖了都因为她是买来的老婆 这就变成没有罪了 如果你是受害者的父亲 你会怎么样去做 你会怎么样去想 我想你一定会愿意亲手宰了这帮匪徒 宰了这个董志明吧 也就是铁链女的这个判决啊 是花天下之大吉的 没有任何人可以接受你这个判决 我记得中国曾经发生过一个韬鸟案 就是大约在2014年15年时候 有一个韬鸟的案子 当时这个所谓犯罪嫌疑人因为爬到树上掏了十几个鸟蛋 最终在法院判了十年半 掏个鸟蛋都要判十年半啊 但是隔了几年以后 封县的董志明把一个女人用铁链子拴起来 虐待强奸 连续生了八个孩子 他只判了九年 你觉得一个女人的一生连16个掏鸟蛋的人的这个罪行都抵不上 这是什么样的逻辑这是中共从哪里找到的法律呢 那你说中共有没有法律呢 中共的法律写的白纸黑字写的很清楚啊 也就是为什么不依照法律来进行判决执行法律的尊严呢 根据2021年实施的两高关于常见犯罪的良心制造意见 我看过两高这个制造意见网上都有大家给予收 对于强奸罪的量刑写的很清楚 强奸幼女一次刑期最起码是四到七年 而这个强奸的次数呢 是作为调节量刑的这个一个主要情节 就是你强奸次数多的肯定要判的重一点 如果你仅仅只有一次强奸 那至少也得判到四到七年 这是指强奸幼女就14岁以下的 那么你想想看 那铁链与李莹他失踪的时间是1996年 当时他只有12岁 于这个所谓董志明结婚的时候是1998年 他当时只有14岁 也就是无论哪一种方式 他跟董志明所谓嫁给董志明的时候 都是属于14岁以下的幼女少女 对于他无论是怎么样跟你有爱情 都是什么都是强奸 也就是只要董志明买他为老婆 董志明就构成了强奸罪 至于什么拐卖罪啊什么都成立 而这个李莹被董志明买下了以后 到去年案发 他已经跟董志明过了有二十几年 二十几年里面 他帮董志明生下了八狗啊 在这个期间 你觉得他这个强奸次数 有多少次数你计算得出来吗 董志明和他几个兄弟 他父亲可能都一起上的 这个李莹真是经历了所有人间的苦难啊 而到了这个过程中 现在董志明被全球的舆论都在关注的情况下 仅仅是判他九年你觉得这个九年 你能说服得了谁 哪一个受害人 哪一个人受害家属 哪一个对此案关注的那些有公平正义思想的人 能接受你这个刑法 而且按照官方的解释 就说被害人现在已经恢复了 经过治疗他现在已经恢复了 既然他恢复为什么不参加庭审 不参加诉讼 如果你说他因为个人隐私 不愿意在大庭广众下 他自己呢直接露面 那他可以委托代理人啊 可以有律师帮助他参与诉讼啊 为什么受害人根本就不见 也没有受害人的诉讼人 仅仅是法院随着便便就把这个董志明 就是董路增乱判董乱案 一下子就判了个九年 也就是用这件事就想忽悠大众 就把这件事掩盖过去嘛 至于对拐卖妇女强奸提供保护的当地官员 几乎都没受到什么处理 根据这个公开的媒体报道 对于涉事的这个封县县委书记村官 一共有十七个人呢 给予撤职或者是党内外降级的 不同程度的处分 封县县委书记叫楼海 楼海是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 封县县委副书记县长叫郑村伟 是党内警告处分撤掉县长职务 问题是这边撤掉县长职务到另外一个县 照样去担任县长啊 县委书记在这边免掉职务 可以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继续担任县委书记啊 那个地方照样可以再次发生 妇女被拐卖被强奸的事情 他们照样做他们的官员 而且是享受着党国给他们的待遇 对于他们所犯的这个罪行 在整个徐州地区是见怪不怪 因为整个徐州地区实际上是苏卢婉玉 这四省交界这个地方有常年的拐卖妇女的风俗 也可以这样讲 几乎是家家都有拐卖来的妇女 在当地成长的很多男子 他们往往都是他们的父辈 他们的爷爷那辈是拐卖了别的妇女生下来的 也就是这些现象在这个城市和这个地区已经长期存在 难道说共产党不知道吗 习近平不知道吗 习近平老婆彭丽媛就是生活在那个区域 彭丽媛自己所生活的那个村庄 以及他自己所在的那个县 就是中国拐卖大县 几乎彭丽媛的邻居 可以讲家家都有拐卖的妇女 他不知道吗 他动不动担任联合国妇女大使 你担任联合国妇女大使 你要抢救什么非洲国家的妇女 要保护其他国家那些弱势群体的妇女 那么在你的家乡的妇女 你要不要保护一下呢 这个铁链女的事情是斑斑血泪 作为彭丽媛 你讲不知道吗 你为什么没有对你身边的妇女给予保护呢 就看到马克龙带着自己那个他当年中学的老师 比较大几十岁的夫人到北京来访问 看到彭丽媛陪着习近平在那个地方陪着这对夫妇 又吃又玩 好像中国又赢了 按照网上讲 中国这次又赢了 我不知道赢在哪里 马克龙他认为他赢了 因为马克龙只要到一次中国 除了带走大量的订单之外 马克龙总是能够感觉到中国人民对他的热情 他正以为中国的那些小粉红热爱他的程度已经超过了法国选民对他的热爱程度啊 他自己在他推特场连发几个推用的都是一张照片 就是他受到中国年轻人热烈追捧的那个场面 他相当相当的满足啊 所以说面对着在中国对他的热烈欢迎以及他自己到中国来 希望劝说习近平不要支持俄罗斯不要给俄罗斯提供武器 不要让俄罗斯得到中国的支持以后 然后把俄乌战争继续打下去 这都是他的这个玩的一个嘴活 可以这样讲的话 他讲的话习近平能听得进去吗 而马克龙心里面绝对的自私 绝对的暴露出他真实的想法 他就说法国从不主张 也不会主张打败俄罗斯 那你看他真实的想法来了啊 就是不愿意把俄罗斯打败 而且他解释这是法国的国策 二战时期法国就从来不主张 也不会主张去打败希特勒 是美国擅自做主 美国入侵欧洲以后 才造成了法国被拖入这个战争 然后跟希特勒卷入战争了 马克龙这个家伙真的是相当无耻 也就是说呢 马克龙他讲这个话 就是不愿意去拖入战争 使你美国入侵欧洲以后 美国强行把法国带入战争 才跟人家德国人开战呢 你有没有想过当时你已经是德国的殖民地了 所以我记得川普总统曾经在任时候教训过马克龙 跟马克龙讲如果不是美军参战 你马克龙现在讲的是德语 所以说马克龙呢 他自己呢到中国来又在又在非常享受中国之行 你看他发的各种推 尤其是中文推 你就知道了 他一年三推用的都是同一张照片 因为对那些从来没见过选票的中国年轻人 如此激动的欢迎他 把马克龙感动的声乐俱下 马克龙一定会想要是法国选民 也这么热爱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好了 他内心里面是无比羡慕习近平 羡慕普京 羡慕他们自己拥有巨大的专制权力 所以马克龙他乐不世俗了 最近这几天 马克龙完全把同型的欧盟委员会主席 冯德莱恩抛在一边 他独享跟习近平一起到广州啦 饮茶啦 然后享受习近平安排的大量中国的小粉红青年 对他热烈欢迎的场面 那一刻他的内心是跟习近平和金正恩没什么区别的 就是享受着群众拥抱群众欢呼他的那种感觉 就跟三胖一样跟习近平一模一样 所以马克龙我是非常非常看不起的 在欧洲的领导人里面 德国法国的领导人我是相当看不起的 马克龙就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丢人现眼的白左 他能说得出从不主张打败俄罗斯 也就是历史上一个根本不准备反抗希特勒法西斯的人 他凭什么当上法国总统啊 是被法国的选民耳光打扫了吧 大家看到不止一次马克龙被法国选民 那个耳光抽着啪啪响 我想他一定在中国已经乐不世俗 忘记他自己被抽的那一刻的感觉了 川普曾经跟马克龙说过 如果不是美军参战 不是我们美国人拯救了法国 你今天应该不讲的是德语 也就是1940年 当时纳粹德国士兵已经占领了巴黎亚 法国人正是被德国已经纳为他的德属殖民地 也就是说法国人的时候就是亡国路 可以讲最多德国人允许你向魁北克雅 就是什么德属法语区 这是最好的结局 说不定连加拿大魁北克都做不到 也就是希特勒会允许你们法国人继续讲法语吗 通通跟我讲德语 所以说呢 马克龙今天能继续讲法语 都是美国人的帮助 美国人的巨大支持 而他自己根本不知道饮水寺源 还去攻击美国 东罗特在美国在中国之间挑不离间 在美国和欧洲之间挑不离间 他不和美国交朋友 他相信俄罗斯 你知道俄罗斯是什么欧洲政策吗 你相信俄罗斯实际上吗 俄罗斯有一天就是要灭亡你 也就是马克龙是没有尝到老毛子的冷血和残酷的 因为中国包括大量的小粉红 动不动见到普京马上就排卵了 动不动热爱俄罗斯啊 尽管俄罗斯占据中国大量的领土 包括北方深水不动港的海生外 包括枯叶岛 一个枯叶岛要抵两个台湾岛这么大 中国没有一个小粉红要敢跟俄罗斯 去把他自己失去的领土收回来 相反把俄罗斯跪拜为自己的爹 也就是俄罗斯跟中国的友谊是万古苍青 他没想到这么几百上千年来 都是俄罗斯不断的残杀中国人 不断的霸占中国的领土 也就是俄罗斯到关键时候 从来没给过中国人一点点帮助 而总是落井下石 甚至对中国人是残酷的屠杀 那么这些屠杀的例子太多了 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中国民航有一个583号航班 这个583号航班呢 曾经在九十年代呢 有一次遇险了 也就是这一次这个583航班 在飞往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的时候呢 在中途突然遇险 那么突然遇险当时是想求助 哪一个机场能给他紧急破架 能够让这个飞机上面已经受伤的很多乘客呢 能得到救治 不至于导致这个飞机因为故障被扩大 最终的击毁人亡 也就是整个这个事故抢险中 你就可以看出被称为帝国主义 亡我之心不死的美帝国主义是怎么伸出援手救助中国人的 看老毛子这个共产党动不动呼唤的这个俄电 俄罗斯是如何的拒绝抢险 并且威胁随时要把中国这个民航机用导弹把它击落的 那么这个事好像是发生在1993年 也就是中国东方航空公司有个583号航班 这个航班呢是从北京首都机场起飞 先飞到上海虹桥 在上海虹桥带一部分客人以后呢 然后把这个飞机呢飞往美国加州洛杉矶的 这个航班是一个定期航班每天都在飞 结果这个航班那一次从中国起飞以后 就是眼看快进入美国区域的时候 突然那飞机呢发生了故障 那一天直飞这个航班的飞机是卖到飞机 在太平洋上空 它到阿六申群岛附近呢突然遇险 也就是飞机的这个泉源风雨啊突然断裂了 一时呢飞机就产生了巨大的颠簸和震动 而这个颠簸和震动呢 都是顾客呢完全在毫不知情下 突然就是一个剧烈的震动 这种剧烈震动就导致大量的客人呢 头撞到玻璃啦撞到座椅啦 在过道上正在走路的人是卡在别人的那个座位下面 大家很多人都受了伤 也就是大量的客人都受了伤 而且有两个人是当场就死亡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乘客的病情相当紧急 机长呢就非常非常的紧张 因为第一个这个飞机现在是潜移出了问题 谁也不知道这个潜移随着这个灾难不断的扩大 会不会立马呢就会击毁人亡 同时非常有大量的这个受伤的乘客呢 他们急需要马上救助 如果不能够紧急救助那只会增加死亡的人数嘛 所以说机长立马就把自己现在预险 向塔台汇报向地面汇报 以及紧急呼叫附近所有机场呢 能不能给这个飞机以紧急铺降的机会 就是如果飞机降落在某一个机场 地面再进行紧急的救助能挽救很多人的生命呢 那么接到这个583航班机长求助信号的多个飞机机场塔台呢 包括有日本的有加拿大的都马上呼叫这个飞机 告诉他我们已经做好了在本机场降落的所有准备 救护车消防者全部到位了 但是呢日本也好加拿大也好这些机场都太遥远了 就是当时这架已经受难的飞机呢 他根本没有能力飞那么远飞到那几个机场去 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原水解不了尽渴啊 这时候机长通过他的航行中发现就是在他这个飞机 在航行的过程中有一个最佳位置是俄罗斯的空军基地 这个空军基地离当时飞机的飞行航程只有十分钟都不到 所以机长就赶紧求助俄罗斯 希望俄罗斯的空军基地允许这个飞机降落 并且对飞机上所有的成员呢给予救助 哪知道这个老毛子听说中国民航机要来降落 他们不但是拒绝你中国民航机绝对不准飞过来啊 不准来降落 而且他们马上从他们的基地就起飞了几架战斗机 来对中国的民航机进行拦截 警告中国的民航机再往前飞一步 我们把你继承 也就是老毛子到关键时候不但是不帮助你 还要威胁你 如果你乱飞我们就把你继承 其实当时是国际空域啊没进入你俄罗斯领空啊 你有什么权利把国际空域里面正常的这个航道上飞行的飞机 你把它击落呢 但是老毛子就是那么流氓就是那么无耻 所以说他们逼迫中国的那个飞机往更远的方向去飞 也就是根本不给中国有一点点什么降落一点点救助的机会嘛 这个时候呢就是机长就没办法了 可以讲叫一筹莫展 他只能是躲避俄罗斯出动的这些空军飞机的拦截 然后向另外的区域飞 那么就在他燃油快要耗尽的时候 这时候美国阿拉斯加州叫谢米亚空军基地发过来一个球员信号 也就是告诉中国的民航机 谢米亚空军基地已经做好了583号航班 在他这边迫降和救援的全部准备 这时候这个机长兴奋啊 因为呢他飞到谢米亚基地呢 是完全有这个航程能力的 有这个航空游的 也就是说虽然飞机这时候摇摇晃晃 但是机长呢努力控制住飞机在美军的导引下 然后飞到了美军阿拉斯加州的谢米亚空军基地 这个空军基地是不对外开放的 这个空军基地修建还是二战时候修建 当时是为了跟日本人作战的 在太平洋上空跟日本人作战的 那么后来二战结束以后 这个基地就改为冷战时候对付前苏联的基地了 因此这个基地呢配置了很多防空火器 构置了很多空对空空对地的导弹 也就是严密监视前苏联 跟前苏联在冷战时候是它的前沿基地 而这个基地呢是完全保密 没有人知道俄罗斯人也不知道 由于高度保密这个机场啊 它是不设航道灯的 完全靠在这个机场训练的飞行员高潮的飞行技术 自己掌握自己起飞自己降落 根本就没有航道灯 别的地方的飞机你根本就来不了 你看不见吗黑茫茫一片你往哪看见呢 所以说由于它的高度保密 没有人知道这是有一处美军的空军基地 但是人家这个空军基地 接受到中国这个民航线的预险 人家愿意帮助你 马上就告诉你通过什么航线 怎么样到达人家这个基地 那么这个基地由于没有航道灯 那飞机下来很可能是对不准跑道啊 因此美军机场就动员了 他们所有的官兵 一共就有三百多个人 每个人都打亮了自己的强光手电 排成了这个机场的这个跑道灯 让这个飞机从空中下来 从每一个美军军人所打的这个手电下面 排出来的这个灯 让大家给这个飞机进行一个倒影 让它顺利的降落到跑道上 所以说最终是在美军的大力帮助下 在美军官兵和机党的全力配合下 这架飞机最终就在泄米亚空军基地安全降落了 那么一降落以后 马上人家美军的医护人员就登上飞机 对那些伤动的病员马上进行一个紧急救助 另外美军有一个大容量的C130的大型运输机 在一直在机场上 在那个地方已经发动着引擎在等待 就是把所有的重伤员马上就转到这个大型的运输机上 这个运输机马上就飞往阿拉斯加州的几家医院 把所有的伤员安置在医院里面进行抢救 小伤小病的美军军事基地的医生就给你进行抢救了 而且那几家医院在接到这个要抢救中国伤员的这个消息以后 各个医院就组织了大量的志愿者 光志愿者就来了两百多啊 也就是人家对你中国人民是什么感情啊 你一天都晚说人家是美帝国主义 一天都晚说人家亡理之心不死 最终到关键时候都是人家出动飞机 出动军人 出动大量的医疗思维 出动大量的志愿人员来救助中国这些商品员 那么整个这个飞机在降落以后 没有再发生任何一人死亡 除了当时飞机刚刚出事故时候死亡掉的那两个人 区域商人员全部得到有效救治 所以你去看一看就知道究竟是美帝国主义亡武之心不死 还是老毛的俄罗斯对热情的中国人的冷酷无情 也就是当美国愿意把他的谢米亚空军基地开放 让中国飞机降落的时候 我不知道机上面有多少是那种小粉红 那种看到普京就排卵的小粉红 这时候你的卵有没有排下来 也就是当老毛子根本就拒绝不允许你降落车 你这时候卵有没有排下来 而美国人从来不要你排什么卵 你那个卵排卵的美国人也不要 但是美国人无私地救助了所有的中国商品员 我不知道那些被救助的人 你今天有没有感激美国人对你的救命之恩 如果你现在还在社交媒体上天天去骂美国人 你这个家伙就是丧失了八辈子的良知 也就是你跟董志明没什么区别嘛 强奸啦拐卖啦杀人约祸啦 什么事都干了然后判了九年还很得意 也就是中国人啊他根本就不知道 谁是真正对他好的人 谁是真正对他作恶的人 美国是二战以后最强大的国家 美国为世界和平在二战奉献了几十万军人的生命 他们没有占领任何一个国家的一寸土地 也就是美国人不要你们的土地 就为了你们的和平做了风险 而老毛子这么几百年来 他从他自己最初的传统的莫斯科 只有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他现在都已经发展到有几千万平方公里土地了 全是霸占来的而且大部分是霸占中国的 就这样的人被中国的小粉红一天都晚跪拜为俄跌 说句实话 你终于一天强盗你俄跌 对你的这个无产年纪专政铁拳时候 你才知道俄跌对你是多么的好 你那个卵赶紧拍下来送给你俄跌 你看看你俄跌不把你打得个满地爪牙满脸毛巾心 那时候你都不知道俄跌是长什么样 好 今天的节目我就跟大家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